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个作品呢 包罗万象可以是中国古典的当今流行的外国音乐 古典的pop音乐寻找一首给我 我的学生黎化宇去寻找这首乐曲 他是当今低节和电子音乐副创作人 在移植琵琶语当中呢 主要是考虑三弦塔本身的音乐特性和他的演奏技法 重点是考虑他的音乐的深度 比如说里面拥有很多左手的滑音 还有很多银弦 然后右手运用了很多五指轮 在音乐的高潮当中就给他增添了更多的双音感觉 如果在看到这个视频的人群当中 有学习三弦 喜欢三弦 正在演奏三弦的 你们可以去试一试 根据我这个视频 你们可以去学习 琳海的《琵琶与三弦独奏小品》 好 我衷心地祝愿大家愉快地过好每一天 琵琶与林海作曲 由徐凤霞移植成三弦独奏小品 我们在改编移植这首乐曲的时候 要注意它里面的重复句 注意每一句它的弦序和子序的不同安排 这样可以展现出三弦的不同音色 同时让音乐达到更美的一个效果 在演奏三弦琵琶与过程当中 尽可能注意它的一个速度 可以把它拉慢一点 更能展现三弦的好听的声音 和它的不同的滑音 每一句话 没有华音 没有华音 第二句 第二句 好,我停下来 到这个地方 RE MI LA和RE MI LA 是用不同的指法和不同的行序 请停下 我先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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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这个地方我是运用了很多的双音在里面 这样呢更展现一个 它的音乐已经到了一个发展步 是一个和声的效果 也是一个大乐队的一个效果 所以它不是单纯的一个旋律 应该能够让它一个扩展 所以运用了很多那个双音的一个过程 接下来我弹也是同样的一个句子 但是实在它是第二遍重复的 这个地方要运用一个大滑音 从中音的弥到那个高音的弥 这样呢可以能模仿一个人声的一个效果 它是用滑音走下去 不要用那个直的音弹出来 这样就没有一个情感 要用一个滑音弹 下面是双音弹 好 再听一下啊 我再来一次 刚才没有弹好 双音的滑下来 停一下啊 双音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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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后一句啊 双音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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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后的尾句 我们要把它弹得自由一点 不要很规矩的节拍和速度 我再演这么一次 用泛音 结束是泛音 你在弹泛音的时候 在下这一把 第四把的时候 你可以用三指 你可以用四指 看你的手的大小 还有手指的零零度 然后弹泛音的时候 不要用指尖 用一点点平的肉 来点上蜻蜓点水 我再示范一次 最后一个音是用佛音 滚佛的演奏技法 如果你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你可以把它分开弹 最好是用三指 一指比较木 弹出泛音声音 没有像三指的零零度高 好 里面呢 运用了很多五指轮 就是这首曲子 也可以让大家训练一下 五指轮的演奏技法 如果五指轮达不到五指轮的演奏技法要求 那你可以用滚来代替 譬如说 你可以用滚 Contin druk 好 愿者 这个也是可以用蚊子 但是听上去声音就没有像蚊子轮那么柔和一点 这些是不同的一个音响效果 你要根据你自己的演奏技法高低的程度来选择 这里我不会局限于学生们到底一定要用蚊子轮还是一定要用滚 好 今天就这首琵琶语讲到这里为止 希望弹三弦的人能够把这首乐曲演奏得更好 区别于琵琶的声音 音乐处理上也要有一点不同 这是一首相当好的乐曲 谢谢你们的观众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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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